各位同学 大家好 又是星星老师 和理港宗史 今堂都是讲清初的边境民族的统治政策 上一节讲了蒙古 今节就讲藏族 藏族即是什么地方? 西藏 我先看看这个引子 满人续入军之前 已经开始联络有西藏的藏民 满洲王太极在崇德四年 曾经派人派封信 书即是信 去西藏 要求请高增向满人传播佛教 因为西藏人很信他的宗教 都是一个藏传的佛教 满清入关之后 西藏成为了清朝版图的一部分 因为吃了明朝 而西藏已经归顺了明朝 所以吃了明朝之后 自然成为了清朝版图之一 根据他的传统行这个政策 就是这个政教合一的传统 于是行这个政策 就是崇其教而益其正 即是推崇他的宗教 但不要说那么多个政治 总之让他沉迷宗教 为了这个治状的政策 既尊重座民信奉的喇嘛教 亦都设法压抑他的宗教领袖的政治影响力 即是只是宗教就行了 你不准参与政治 政治就由清朝处理 接管了西藏事务 西藏是什么地方呢 我们首先看看地图 之前的书已经有的地图 西藏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里面 大致上是长江的上游河 以西就是了 西藏其实在自古以来 都是跟中国作对的 中国政权作对 以唐朝为例 唐朝长江的上游就是这里 西藏位置就是徒博 兔波有些叫独兔凡 兔波其实就是 经常是入侵唐朝 安市之后特别是 是一个敌对的政权 或者敌对的民族 唐朝之后 宋朝的时候 西藏这个地方 叫做 翻诸部 或者播诸部 都并不是宋朝控制的范围 明朝的时候就是归信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到清朝的时候 就接收了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提到 唐朝和宋朝的情况呢 我就想告诉同学知道 他们的政治文化 是跟这个中原完全都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以唐朝为例 中原就是唐朝 就是中国人的文化 但是 兔波就是外族人 是合侵 打架的 所以其实 文化的传统是很不同的 亦都因为这个缘故 清朝人就针对他的传统 当时的传统就是宗教 针对他的传统 就行这个 崇祺教而益其正的政策 崇祺教而益其正 崇祺教而益其正 崇祺教怎样从呢 就是尊重他的喇嘛教 藏文信奉喇嘛教 清廷就以宗教 笼落和安抚他们 就是用宗教 令到他们不要叛变 例如 例如就是这个事实 即是实据 皇教领袖 达赖喇喇嘛和班禅喇嘛 都加以礼遇的 有加的 这里和蒙古有相似的 都是信佛教 都是达赖喇喇嘛和班禅喇嘛 提升这个皇教的地位 其他教派的信族和真律 有不少都改信了这个皇教 此外 文殊菩萨这个 这个神 或者叫做菩萨 因为佛教不叫神 就叫菩萨 在喇嘛教里有这个崇高地位 于是 阿乾隆帝 塑造自己为民殊菩萨的化身 你知道在佛教的一个理论里面 就有些叫什么轮回嘛 有些菩萨都会转世成人 转世成人 现在 阿乾隆帝就说 我其实是民殊菩萨 如果西藏人的藏文信的话 于是更加推崇了乾隆和帝 更加服从清朝 建立清朝在西藏的威望 令到这个藏文在这个 敬佛的心态底下 就归顺 好 接下来一个资料延伸 资料延伸就要看看 拆礼遇 即是礼待 尊重 拆封 封去 封去有上下级的分别 我封你 即是我去上级你下级 上至九年的时候 清廷迎了五世达赖喇嘛进京 为了迎接这个达赖喇嘛 封自得特意 就去建造一个王子 即是建一个寺庙 撥出九万两 供养达赖喇 即是给善款给他 面见五世达赖喇嘛的时候 封自得又会去设这个尊座 一个特别的座位 卫高群神之上 此后就是五世 六世 七世 在藏传佛教的理论里面 达赖喇嘛死后 便会转世 第二个人做达赖喇嘛 即是当达赖喇嘛的形象 转到另一个 投胎到另一个人身上 他又不是投胎 转了过去 七世达赖喇嘛 和六世的班士达赖喇嘛 都曾经是进京的 都是备受礼遇 另外清廷也拆封去确立一个 藏族宗教领袖对清廷的名分关系 当五世达赖喇嘛离开京城后不久 信之帝派人送金策金印 对他进行策封 即是 我信之帝 即是清廷皇帝 我封你 我封你 于是 其实变相有上下级的分别 如果平等的话 就没有人 为什么你封我 我封我封你 行不行 是吧 即是 A封B A是 高级过B B是受策封 但当时 那些喇嘛都愿意 所以 于是进行策封成功了 康熙帝又策封五世喇嘛 班禅喇嘛 自此在喇嘛教的领袖全部受清廷拆封 清廷拆封之后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服从清朝 乾隆帝以他作为民殊菩萨的画像 即是他 画他成为民殊菩萨 一幅画 挂在拉撒的布达拉宫 北京的雍和宫都有 河北的承得秘书山庄 的普宁治 这都是一些当时是皇教的佛子 也有他的画像 蒙藏 蒙古都信这个佛教 所以蒙藏 蒙藏宗教领袖 更加专称这个 乾隆帝为 民殊菩萨大皇帝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清朝的皇帝很懂利用宗教 令到那些人服从清朝 现在2023年 2000年以后 其实宗教的影响力没那么大 相比于当时 因为古代说的 宗教影响力是非常大 有些人很信宗教的 接着就是 愚民隔离 愚民即是令他们不懂思考 隔离即是 不要让他们不能够团结 清廷使用多项措施 如暗中破坏达赖和班禅的关系 让他们不可以合作 从而分化这个状态 令到他们分邦分派不能够合作 又禁止西众人与四景民族交往 即是和其他民族交往不给 让你不能够和其他民族联络 也不能够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使到他们的文化水平不能够提高 愚民正实得 继续蠢下去 你蠢就容易控制你 所以就不让你思考 总之你只信宗教就可以了 你不要思考其他东西 只信宗教重要的是 清朝皇帝是民主扑杀 又鼓励藏人出家 这个很特别 鼓励藏人出家做喇嘛 因为他做喇嘛就不理其他事务 于是在政治上清朝更加容易控制他 规定就是入教者可以免除这个负益 既有助于争取藏民贵心 因为藏民有中意 可以让他们埋首于宗教 无法发展经济和增值人口 因为做了和尚你就不会结婚 不会结婚你的人口就不会多了 人口没有那么多 清朝便容易控制他 之前说过 汉人难控制的原因 汉人口比戚满洲人多 于是汉人团结一叛变 满洲人很麻烦 现在西藏用这个方法令人口不要增加 经济不能发展 没有钱也叛变不了 还有就是让他埋首宗教 让他愈蠢愈好 不让你思考 不让你批判思想 即是清朝说什么就什么 接着继续监察和控制 雍正年间清廷在西藏持有一个驻壮大臣 加强对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和监察 以思维拉玛教对政治的影响力 驻壮大臣多由满蒙众臣出人 满蒙 即是满洲或者蒙古 所以看到满洲人和蒙古人的合作很密切 统领西藏君政事务 西藏所有官员任命都由一个驻壮大臣 连同达赖和班禅一起挑选 即是本来就是西藏人自己的东西 理论上达赖和班禅找人就可以 现在不是的 这个驻壮大臣一定要有同意 他不同意也不可以 好了 成继达赖和班禅的转世灵童 他们的信仰就是这样 即是达赖死后就会转世去另一个小朋友 班禅也是这样 这个转世灵童的做法 都是由驻壮大臣控制的 由他主持 即是控制就是 谁做灵童新的计印人 即是达赖或者班禅的计印人 叫做金平祭签 这个议色选出和经朝廷确认 即是朝廷确认 即是显示朝廷有影响力 可以确认你 可以不确认你 即是朝廷有决定权 即是拱固清廷 对这个西藏的统治 你见到 其实都是环于住宗教 所以如果是西藏的民族政策 他说宗教那条线要找得紧一点 因为西藏人是很信任宗教 驻壮大臣和金平祭签 驻壮大臣就是控制了他的政治 亦控制了宗教 即是用金平祭签的做法 这是里面的详细 很快地说 驻壮大臣与一个阴定西藏章程 翁正年西藏发生的来年 清廷派兵进兵拉什平裂 事后清廷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管治 设立了一个驻壮大臣 驻壮大臣的职务包括监督 他们的财政收支 征收库税 司法盈辱 练兵巡鞭 以至一切对外事务 全部都驻壮大臣 都是他管的 僧侣和官员的任免调动 都由驻壮大臣 匯同两个宗教领袖 就是达勒拉麦和班禅拉麦 一起选出来 即是驻壮大臣有一个影响力 清廷在乾隆58年 之后 刚才说雍正 现在说乾隆 雍正皇帝做完之后就是乾隆 颁布这个阴定西藏章程 著名是驻壮大臣的权制和地位 废除由教内仁次指定灵同的方式 这个重要的是控制宗教领袖如何选 代之金瓶制签制度 规定注重大臣地位与班禅和达勒 是一样的 注重大臣平等地位 对西藏管子自此更加巩固 因为他有个驻壮大臣 金瓶制签示什么东东 金瓶制签制 皇教认为达勒和班禅 这些宗教领袖是佛的化身 视他们为活佛 他们原役之后 即是人死后 他的活佛会重臨人间 成为了转世灵同 所以发现出每当活佛 原役即是死 教内人士就会指定某地某人 就是灵同的传承制度 即是原本的达勒或班禅 转到灵同的身体 金瓶制签的程序有以下 首先是制作两个金瓶 放在西藏的大昭纸和荆纸 收集灵同的姓名之路 以满汉藏文写在签牌上 然后将签牌放在金瓶 假如只找到一名灵同 平内放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 总之要起码超过一个 选牌的高增在大昭纸中经七日 注重大臣亲自监察 从金瓶内抽签 抽中者就做活佛继承人 然后人选上报朝廷 朝廷就确认真正的活佛 接下来称第二个边境民族就是回报 回报即是新疆 新疆即是西域 大家记不记得汉武帝 派张迁出西域就是那个地方 先看地图 先看这本书 新疆就是这里 新疆就是黄河上游指着的地方 新疆就是汉朝西域那处的地方 新疆在唐朝的时候 是怎样的呢 是哪里呢 首先要找到黄河的上游 黄河上游在这个位置 它的西北边就是这个位置 即是安西大都护府 即是当时唐朝是控制岛这个地方 因为是西域的位置 宋朝是否控制岛呢 看看宋朝 好 又看回来 这里就是黄河的上游 接着就是西北边 即是这一处 并不是宋朝控制岛的地方 即是新疆的地方 其实在唐朝和宋朝 都是控制不到的 当然明朝它比较强大 当时它的小范围 都是概括到这个地方的 好了 其实简单来说 这个回报的地方 就是西域的地方 和这个中国传统 可以说有一个 远远留长的关系 因为通西域的时候 已经是来到那个地方 但当然通西域的汉朝 这个并不是汉人控制的地方 好 我们开始了 当时在清朝的新疆的地方 其实是住了一个维吾尔族的 当然又不是汉族 它居在天山南路 信奉伊斯兰教 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维吾尔族 是很受它的宗教影响 因为它信奉伊斯兰教 所以又称为回民 伊斯兰教又叫回教 他们最高的地方叫回报 该地清楚受准角尔部控制的 乾隆年间就是清朝灭了准角尔部 继而平定大小和卓之劣 大小和卓之劣 令西域直接受清朝控制了 乾隆就是遂取故土新归 其实西域曾经都是中国人统治过的地方 故土新归 所以改了名叫新归 新归新的姜徒 伊斯兰教对回报影响极有影响力 刚才我说过 是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很多叛乱 都因为宗教的原因 因此导致这个局势非常不稳定 于是清廷在当时用什么政策呢 就是轻其教而利其仁 轻其教就是不重视 不承认他的宗教 因为回教他很多时候叛变 如果你认同他 就是叛变你自己的宗教不可能 利其仁就是隔离分化他 抑制伊斯兰教分化回民的统治政策 首先抑制宗教和分化回民 具体情况如何做呢 首先第一点准许自治 可以让他自治的 清廷准許回报上一定程度上的自治 即是自己统治自己 或者笼络回报的上层社会 即是那些叫贵族 行这个八克制 大家同学记住这个名称 指实名称 任命回报的贵族就做八克 以管理当地的事务 他的职位是不能够细立的 即是清廷是任命的 由清廷任命和调遣 也都可以调走你的 即是用这个八克制 八克制简单说就是 用回报的人去管治他 类似香港回报的时候 这个港人治港一样 即是用自己人去统治他 好 接着第二点 抑制伊斯兰教 之前说过了 对于哪些民族来说 宗教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了 由于伊斯兰教的领袖 能够影响当地政治 更加经常再回报制造事专 因为他们反抗朝廷 简单来说就是 甚至利用教徒聚会 就废杀这个八克制消灭 影响清廷对当地的统治 因此清廷是不鼓励伊斯兰教 在回报传播 不鼓励 即是不宣扬 尽量减低它的影响力 清廷还禁止瓦轰 瓦轰是什么呢 就是伊斯兰教的主持 教义 讲授经典的人 干预政务 即是禁止瓦轰 干预政务 为什么阿公这种怪的字呢 又要记住了 因为事实辞语了 从而抑制宗教实力的发展 以免影响回报的政局 即是令它没有政治影响力 好了 接着第三点 镇压 鑑虹 刚才说过 他宗教很多时候都会引致叛变 所以其实都真的出现叛变 对新疆地区叛变 如乾隆皇帝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大小和尺之乱 这场叛变 当然清廷要出兵镇压 去巩固统治 统一新疆之后 清廷设了伊黎将军总理新疆事务 核下官员就分住各地管理大小的军政事务 即是重要事全部都依赖将军管理 为了加强监控清廷环派着军队 去新疆那里住宅 即是控制住他 好了 这个标示就镇压他 然后第四点 分化隔离 基于分而自知的政策 清廷禁止汉族移居到西北的回报地 即是 其实 回报即是西域 其实汉人和西域的贸易关系 汉前已经开始了 所以其实关系不密切 然后就要隔离他 禁止汉族移民到西北地区 早已经移居的 因为刚才也说了 其实不论之前 很多年 很久之前已经有往来 早已经移居当地的汉人 就要单独居住 与回人分隔 这个都挺惨的 不得交往和通分 总之 完全隔离他们 对 导致他们隔离日新难以 就联合反抗这个满清 其实这些 你都可以说这些 不合理 一些 不人道的政策 你住在那里 就不准别人 跟这些隔离伦社见面 其实都是一个原因 就是维系自己的统治 所以其实都挺自知的 这个清朝 满清一环 离间各教派 因为回教都有不同的教派 离间他让他们内部冲突 就是令到他们内部冲突 那就分化他们 总之 就是 统治者很多时候都用一个方法 就是对于一些 他觉得危险的一些民族 是尽量搞 就是内部令你分化 他用了很多方法 令到内部分化 你分化不能够团结 那就自然就 就不能威胁朝廷 好 接着 第五点 这些第五点就好些了 就是发展经济 团田安民 清廷在新疆 兴办这个团田耕田 鼓励贸易 而新疆就是西域 其实古代都是一条贸易的通道 所以贸易都是 可以就是 就是经济重要发展 降低这个负税 促进了新疆各 农牧业发展和增加 增加了各族的人口 改善这个民生 这个做得OK 算是一对人民好的政策 商贸中心就相继出现了 刚才说的 就是他一个是很有利的 贸易中心 因为有交通的要道 例如就是 乌鲁木齐 就有 繁华富庶 甲于关外的美语 的一个称号 清廷的新疆团田 更能够解决了新疆驻兵的粮食问题 因为当时 违报信不过 一定有驻兵 对不对 于是 就是用团田方式 解决当地的粮食 有利于清廷对当地驻兵 去维护满洲对新疆的统治 好 第五点 第五点就是 对西南边境民族的统治政策 西南边境民族就是 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一带 南边 都是永远 位置都要看一看地图好些 所以我们就打开本书前面 西南是什么地方 就是这地方 这地方就是 今天就是 广西、贵州那堆的地方 如果是在古代来说 这个是不是 唐朝或者宋朝控制的范围 是的 是的 这个位置 大致上都是有的 这里就差点了 这里就差点了 在这个位置控制不了 宋朝控制不了的地方 但是唐朝是控制不了的地方的 其实这里都是一些边境的地方 所以里面都是有一些小出民族在里面 是否有个人在 OK好 我们开始吧 四川 云南、贵州、广西一带 当时自古是 苗仪 朱报最高的地方 苗仪下的暴露 当地人民的语言习信 均不同于内地 而且地主边随 朝廷法令 边场莫及 即是管不了 元明以来 他一直都是 土官、土私、管治 什么是土官、土私 即是当地人统治 当地人自己统治 由于这些民族比较实力薄弱 清廷用了一个强硬的政策 叫做改土归留 土即是土官、土私 楼即是楼官 楼官即是朝廷派官下来 即是你这样的形象对思考 派官就流下来 派官好像水物流下来 改土归留 清廷用了一个改土归留政策 改土归留的四个字 记住了 这些重要的历史词语 这些政策就以朝廷派遣官 叫做楼官 代替世袭的土私 并在西南边境 治苦州远 即是直接控制 这些地区 纳入了朝廷的地方行政系统里 直接控制 实行改土归留之后 朝廷在当地整理户籍 轻修学校 改善土民的生活 加强对西南族与中国内地的联系 即是西南族就不是分隔 因为西南族其实力量很小的民族 所以就吸纳他 让他和内地多些联系 即是和内地一样 改土归留政策说多一点 土私是源于元代 在明代完善的 明初的时候 西南苗二国 作为怨意归父者 即受以首领以土私土官 清初本来就沿用明朝制度 都用土私管治西南诸部 但是他们就由于自己管自己 就好像土皇帝那样 对西南的边境民族 有时会增压 压迫 即是对人民不好 由于贵州的土民 犯罪被土私处死之后 被处死者的家族 还需向土私缴纳 40至60两的针刀银 另外有不少 土私暗自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 清廷在雍正四年的时候 建立了云贵总督 岳以太提出的改土归留的建议 这次改土归留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雍正四年至九年 以军事镇压为后盾 即是由军队做后盾 废除大批的云贵地区的土私 第二个阶段 就是雍正九年以后 集中在四川湖南广施 进行这个改土归留 第二阶段的改土归留 规模就再大一点 废除了土私有150多位 涉及19个小数民族 打击土私的割拒势力 即是权力收回中央 就不再被土私管理了 第二点安抚镇压 对于归信的土私 受以官职作为安抚 对于当地设计学校 开科举 让他们参与朝廷事务 加强他们的向心力 这是安抚的 但部分不甘于 不甘于改制的地区 就会发生乱事 即是反抗朝廷 出兵镇压 镇压了之后 就确保改土归留政策 就是能够推行 乾隆年加里面 评定了西村西北 大小金村之乱之后 在当地的杀人改土归留 就拱固了西南的全部统治 最后这个事件 叫大小金村之乱 西南族的民族是比较小的 所以其实就没什么弄下去 直接吞食了它 就改土归留政策 这里里面就是有个表 方便记住 就是对不同民族政策的做法 那就剩下一个影响 就下一次再说了 各位同学再见 拜拜